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 我們打開來 登登 就是我們兩路式的充電式電子蠟燭 那裡面呢有兩顆蠟燭 裡面打開來裡面還有東西喔 有充電線 還有說明書 所以剛開始使用過不知道怎麼使用的話 可以看上面的說明書有詳細的介紹喔 那之前有介紹過比較小一點點版本的蠟燭 那它的使用方式也一樣很簡單 可以做操作 下面的地方有個開關的地方 直接幫我打開來 登登 那我們這次呢一樣是做這樣 仿蒸的會飽動的竹心 其實是非常好看的喔 一般的話這樣放的也可以 那也可以感受我們的光谷竹杯 那光谷竹杯要怎麼用呢 然後把它放上去 再蓋起來 這樣子是不是很有質感呢 放在不管是佛桌上 或是要供給祖先用的話 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非常的安全喔 那大家已經會問說 那到底要怎麼充電呢 那它的充電線呢 是這種 隔兩個頭的 對於下面的圓孔把它放上去 另外一邊是做USB插頭的 可以直接插起來 這樣就可以充電囉 下面紅色的地方 基本上是在充電用 那我們一邊充電的時候 它也可以做使用 不過你們可能會想說說 嗯 這樣子的話好像 比較沒辦法把它放平耶 沒有關係 我們有抽另外一個是試路組的 那試路組的話 它就會長這樣 下面的話是會有個充電盤 那充電的時候也是非常方便 一樣是對應下面的孔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一邊開著一邊做使用 這樣也是沒有問題囉 每次充電完畢呢 可以用兩到三天的時間 所以其實都還蠻方便的 這邊有一個示範 你看充保電的話 就會是藍色的喔 這樣很適合 比方說家裡有小朋友啊 或是家裡長期比較沒有人在家的 或者是家裡有寵物的話 都可以做使用 非常的安全 也非常的安心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